据台湾报道,安宜爱2月9日过30岁生日,当天吴宗憲开着女儿吴珊如送的百万跑车到他家接人,之后一起到网红餐厅用餐,他从头到尾都抱着对方的贵宾爱犬,当起了县城的狗妈妈。 之后两人走到附近的茶馆,就连吴宗憲在门口抽烟,他也陪在一旁,不介意吸入二手烟。 结束用餐行程后,安宜爱带着吴宗憲爱犬下车返家,直到隔天午夜,吴宗憲再度现身他家楼下,把爱犬接走后便返成内户住家。 据熟知内情的圈内人透露,他私底下备受吴宗憲宠爱,也成了小明星大跟班,综艺晚恒大和综艺大热门的常客,下班后还会等吴宗憲一起下班。 关系让旁人多做联想,因为工作关系拉近距离,安宜爱不计形象的表演很受欢迎。 和吴宗憲之间的互动也很会拿捏笑点,可以说是默契十足。 加上两人同样养了贵宾狗当宠物,又多了相同话题。 对此,吴宗憲解释和安宜爱是狗友,被拍到的那天只是狗友之间的聚会,歌手郁可维也在现场,并不知道是安宜爱生日。 同时澄清没有很常接送安宜爱,但看在同样是到异地打拼的游子,确实会给予照顾。 至于安宜爱经纪人,则还没有做出回应。